民進黨立委中嘉賓 突襲飛撲女立委 緊接著情報 兩度重衰 嚇壞國人 國民黨立委陳靖輝 隔天露面一開口 淚水就認不住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已經受了這麼大傷 拉開一褲 看到自己臀部腰部的大片鬱進 誰也沒想到開會表決 會被男立委飛撲情報 畫面比摔角還誇張 陳靖輝怒嗆 民進黨涉嫌謀殺 沒有想到 我沒有辦法制止 中嘉賓委員 蓄意地衝上主席台 她是右腳站穩以後 情報 突倒 性騷 對我進行兩波的謀殺式攻擊 這已經是公然在電視上的犯罪 民進黨不只攻擊女性 連中立的議事人員 72歲的秘書長周萬來 都不放過 郭國文從後方投襲 搶奪文件 導致她慘摔倒地 連眼鏡都碰飛 事後竟然還發文辯解 說自己只是搶文件 沒有推擠或攻擊 而綠營女立委下手 也沒再客氣 王美惠在場外抓起 駐委警的警帽 一陣狂敲猛打 到了場內 更衝到正在宣讀條文的 議事人員前不斷咆哮 逼得他們瑟瑟發抖 男性委員直接攻擊女性委員 性銷女性委員 攻擊秘書長 連擊警察 破壞議場 跟咆哮議事人員 這算什麼 王美惠應該要送紀律委員會 你們這一些暴力 都應該要受到譴責 也應該要受到法律制裁 並不能因為你有立委的身份 就可以為所欲為 根據立法委員行為規範 立委不得對 依法行使職權議事人員 做不當之要求或干擾 律師更警告 這樣的失控行為 恐怕還得吃上官司 憲法上所保障的立委免責權 並非無限上綱 若立委惡意攻擊 與議事無關的中立人員 仍可能受到刑事的追溯 民進黨沈柏陽摔下桌 直呼殺人未遂 揚言提告 但看看中立的議事人員 助衛警 都遭民進黨立委攻擊 誰下受罪肯 民眾自有公平 繼續這樣是林鑑SR做投票的